今天比赛开局 俄罗斯队一开局打得比较顺 他们往上的优势得以充分的发挥 但中国队稳住正脚之后 渐渐的比分赶了上来 他谈不动啊 准备打二次球被中国队拦过来 结果掉了一个直线 球正好落在边线上 这是今天的主裁判威尔森 8号阿塔莫诺娃是俄罗斯的主攻守 身高一名9175年出生 今年26岁 他在十几岁还在上中学 现在场上的比分应该是20比16 然后现在4号位还无法突破 高迪娜在往前的拦网 筑起了一道难以愉悦的防线 阿塔莫诺娃反击得手 进攻当中加强一些战术变化 坚持打快 阿塔莫诺娃还是在4号位强攻 这一段双方在3号位 特别是俄罗斯队在3号位 他在后排只有三个人保护 空当就比较大 有时切特勤科被快 被中国队防起来 张静在超手再打 这回丘琳娃把球防起来了 加莫娃打完阿塔莫诺娃 在后排打手出界 这个球张静没有拦住 好像打在了张静的脸上 现在场上的比分是31平 第一局比赛打到了31平 然后后攻 一个轻打 俄罗斯队把球接起来 阿塔莫诺娃后排进攻 前排碰了一下 让球改变了路线 在后排周苏鸿没有把这球接起来 32比31 俄罗斯队现在领先一分 俄罗斯队在第一局比赛当中 蓝网是3比2 赢了中国队一分 这球只能轻打过去 俄罗斯在后攻 阿塔莫诺娃 打直线 打着这个长线 越过了中国队的蓝网 球正好落 蓝网之后 杨浩保护 斜线上缺乏保护 阿塔莫诺娃把这个球打中 这一段阿塔莫诺娃 包括这个 现在的复工手 高迪娜 实力都很强 高迪娜直接跳发 破坏中国队遗传 中国队无功 还是在4号位前攻 又是阿塔莫诺娃 他这一局比赛 个人已经得了48 这一局比赛 阿塔莫诺娃 后排强攻 打在网带上弹一下 但是球还是飞过来了 阿塔莫诺娃轻掉 12比13 阿塔莫诺娃这名队员 我们国家的球迷 对他还是比较熟悉 阿塔莫诺娃 他的身高是1米91 而刚才中国队来往的 陈静和周苏虹 都是1米8 将近发球16比14 阿塔莫诺娃 第一次进攻不成 马上自己拦往 电高了一点 阿塔莫诺娃再反击强攻 这一局船的稍微有点偏离 这个4号位 这样跑动当中 中国队的防守队员要 篮网队员要跟着他移动 这个时候有时候 这种机会队夺回发球权 又是周苏虹发球 结果这一轮连得了6分 现在23比17 俄罗斯队这个遗传又不好 阿塔莫诺娃打后攻 熊子把球接起来 还是阿塔莫诺娃在后排强攻 打手之后出界 俄罗斯队终于得了 控制好 陈中和马上叫了一个暂停 虽然离第二次技术暂停 只差一分了 俄罗斯队反击当中 得分16比15 这样俄罗斯队领先 进入第二次技术暂停 只要打中一个 就可以赢下今天的比赛 结果这个熊子 遗传的时候出现了失误 这个球无功了 俄罗斯队组织反击 高拉开到4号位 阿塔莫诺娃在关键时刻 把这一球打中 他打的直线 1米91的阿塔莫诺娃 他打直线 中国队拦往的是冯昆 虽然冯昆是1米83 但是和他相比 高度上还是差了一点 中国队还有一个 打一攻的机会 接好一传 一传不错 可惜赵蕊蕊的进体快球 被对方高迪娜 经验非常丰富 给拦了个正着 23比24 中国队还有一次赛点 还可以再打一个一攻 给一传不是特别好 又给赵蕊蕊打 赵蕊蕊这个球 又被阿塔莫诺娃给拦住了 在关键时刻 赵蕊蕊这两个球 处理的不是特别好 另外冯昆的传球 应该再高一点就好了 这样打成了24平 三号运会比赛当中 第三局中国队和俄罗斯队相遇 中国队也是第三局在24比20领先的情况下 过有三个赛点 结果被对手 达成了27比25 看看今天这场比赛情况怎么样 球就在俄罗斯队一边 阿塔莫诺娃强攻 杨昊垫一下 周思宏奋力把球救回来 五公国王在组织在前排防守 一定拦网一定要注意 好的赵蕊蕊蕊蕊蕊一下